议员许阿甘带领了相关单位来到港元社区活动中心 与在地民众一起关心 投147线这条道路该如何打通 过去政府曾执行了5公里 剩下9公里却悬荡在那边 经了解主要原因是经费欠缺 后面大约还有差不多9公里左右还没有施工 那最困难的前面那一段已经做好了 那再过来的话就是往水里的这个部分 应该是在工程的技术上比较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这个经费的部分 就可能就是还要继续再去争取 希望说我们政府单位可以益助经费 让民众对政府的这个信任度信赖度可以提升 这样子才可符合我们民众的需求 投147线对地方来说为何这么重要 主因这一条可以透过台14线通往水里乡及鱼池乡 因此若打通游客人数一定大增 连带底可以提升在地各项产业 为了民众的期待 议员许阿甘会以宪福一起努力 向中央争取经费 我在这边我也希望我们的南投县政府能够尽快的来规划施工 由乡镇公所来配合 看看需要的钱看多少 藉由这个努力来向中央争取 这个之前的4.6公里的部分是这个汽油燃料捐的钱来施工的 那后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可以继续来帮帮我们地方的乡亲完成 地方乡亲的他们的因因盼望的这些心愿 这场会刊交通部也派员来指导 因为他们预估全条道路打通 拓宽的费用庞大 要一下子经费补齐困难是非常高 现阶段建议宪福先完成规划设计 并努力逐年向中央争取经费 只要大家努力要完成在地居民的愿望绝对有可能实现 明镜需要欢迎欢迎 我先采访报道 我们来试试的话 在我的��下 同时 感谢观看